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迷恋最主要他本人有一种独特的信仰跟狂热 这个狂热延伸至宗教 但是他深化在艺术里面 我们可以从他在海牙的时代 海牙画派来到了巴黎花都 然后去接触各式各样印象派的技法 然后到他离开了巴黎到南方的雅尔 后来历经了疯狂的岁月 然后到圣雷米去调养 最后在奥违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几个月 而且你很难以想象哦 他的艺术的流程里面只有十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他在十年里面完成了艺术史最伟大的进化 就是成为他自己 而在饭骨状里面可以看到这一段生命经验的演变 虽然这本书非常的厚 当年我就花了好几个月把它看完 但是每一次看还是有不同的感受跟体会 如果你想要了解饭骨的这个一生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这本饭骨传 那除了饭骨传之外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本书 这本书叫你好吗 它实际上是一本动物预言集 我们读个动物预言里面 或是跟动物有关系的故事 包括了我们像看读到的 例如说伊索预言安徒生的童话 格林童话 或者法国的像鹅妈妈故事集之外 那除了这里之外呢 我可以看到当代也有许多的创作 它借由动物或其他大臣的生物人来隐喻 而这本书里面写到的是 十八则跟自我认同有关系的这个动物预言 那么在早期的动物预言里面呢 动物它是道德的具体象征 例如说贪心跟黄鼠狼画上的等号 而熊呢跟粗暴野蛮 然后是相同的 这个它是变成熊变成了粗暴野蛮的代名词 而在这里面又不一样 就是其实不同的动物代表不同的自我 而这些自我里面呢 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 我们都渴望被认同 那这里面呢包括了像松鼠 它是胆小 但是它也想要成为它自己 在这本书里面呢 就让我们想到了一句话 伟大的建筑师路易康曾经说过 一个砖头再微不足道 它也想要伟大 而每一个人呢在心中 它也向往地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而在这本你好吗 里面呢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动物 它以各自的方式 才能跟天赋 它想要成为那个微小的 但是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那通过这本小书呢 我们可以看到也许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子的我们 那除了这本来自于荷兰的小书之外呢 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一本 它是由文艺复兴时期所写下来的 这本书呢叫做《余神礼战》 而《余神礼战》里面它的作者呢 叫伊拉斯摩斯或伊拉斯姆斯 那如果想要知道它长什么样子的话 在网络上或者是你到了伦敦的这个国家一郎 甚至是罗浮宫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特别的作品 伊拉斯摩斯 它是一位在文艺复兴时期 非常著名的人文学者 他用他的观念去挑战了到底神是什么 而神真的就这么的伟大吗 其实他把它拉回来到现实里面 他谈论的是人应该怎么样重新认识跟定位自我 这个在五百年前的世界 其实是难以想象的 而伊拉斯摩斯这本《余神礼战》呢 就是透过这人生里面 各式各样的这个隐喻 一些荒谬的场景来讲到 这里面有一句话说 没有余神的帮助 谁愿意作茧自负 生活在一个用缰绳套住脖子的生活之中 如果没有余神的这个调味 我们人类怎么可以在这样子 一个充满仇恨跟情绪的世界里面 和乐融融呢 就表面上的意思 伊拉斯摩斯希望我们 能够做那一个随波逐流的自己 但是你深入了研究之后 他最主要这本书讲的是 我们人到底是什么 我们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些喜怒哀乐 我们这些爱恨情仇 我们所经历的死别生理 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余神礼战 他用一个非常嬉笑怒骂的方式 虽然是将近五百年前的书 但是这本书呢 在今天看的确有 还有它的这个文化跟道德意义 而且这本书哦 划分了这个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 甚至到现代 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里程碑 那伊拉斯摩斯也因为这本书呢 被后世的学者所记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欢迎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他清楚来读 我会告诉你更多有趣的阅读资讯 我们下期见